奉祠耶稣圣明说话 晚上向我们线上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弟兄姐妹来问个安 今天要以这个题目领导 我们看领导与误导 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做彼此的勉励 圣经里面记载了两种祷告 一种是灵言的祷告 也就是说我们领受圣灵以后 我们会说出方言 然后在这个灵里面向神来祷告 另外一种是我们常说的悟性的祷告 也就是说是一个听着懂得说话的祷告 这两者灵言祷告跟这个误导有什么不同呢 那又在我们今天祷告当中 我们对这两种不同的祷告要怎么样的认识呢 那一方面是否我们得到已经说灵言 得到圣灵的人 又是否不用悟性来祷告呢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同灵 他又如何在自己的悟性祷告当中 来得到造就呢 我们今晚就从圣经来看 而在这个灵言祷告和悟性祷告 这两者之间 能够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使我们不至于偏向一方 忽略了另一方的重要性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在这两种祷告中 都能够来造就自己 我们首先来翻开 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 让我们先回到1 Corinthians chapter 14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十四到十五节 1 Corinthians chapter 14 verses 14 to 15 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论到祷告的事情的时候 他说到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这是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 可是我们的悟性确实没有果效的 所以保罗继续讲说 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悟性祷告 然后Paul goes on to elaborate that he would pray with both the spirit an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师父节上后面也讲 甚至也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那首先我们要理解 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 会这样的写呢 那其实在哥林多前书这里 提到的方言祷告 其实祷告 这名祷告说方言 在这里的记载 是有两种功能的 那一种呢 是造就自己 我们来看第四节 那前面讲的说方言 是来造就自己的 是人在这个灵言祷告中 跟神来祷告 而且这样的祷告 别人听不懂 你自己也听不懂 因为祂是圣灵在帮助人在祷告 因为祂是圣灵在帮助人在祷告 是属于神给我们一个个人的 所谓的单数 就是一个恩赐的一种恩赐 也就是我们常常会谈到的 那个希腊文的 那这样的一个方言祷告呢 是让我们得以建立起自己的灵性 那造就自己 那另外一种灵言的祷告里面 那是人在祷告的时候 神借着 人来听得懂 这个祷告的人所说的灵言 然后把这个方言 这个灵言给翻出来 那目的是什么呢 它不是造就个人 它是造就整个教会 它得以造就建立起教会 那这是属于 富庶 我们讲很多数的恩赐 里面的charisma 所谓的一个原文的 那个恩赐的意思 也是神借着 祂给教会各样的恩赐 众多恩赐之一 那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 提到这些呢 背景是因为 哥林多教会他们 过度地高举属灵的恩赐 他们就造成了教会 恩赐的滥用 所以没有办法 造就教会里面的人 因此他们在灵言方言 祷告的时候 就算没有来自神 给他们的启示 也没有翻译 他们的灵言 可是他们还是不断地 要来表现自己 身先恐后地 对慧众来说方言 这样的做法 当然就会造成 教会的一个混乱 因为别人 不会对听不懂的灵言 来理解 而且也不会得到造就 做个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现在 我说方言 祷告 对着大家讲 我相信你一定听不懂 为什么你会听不懂呢 因为神没有在 我说方言的时候 把我所说的翻译成 听得懂的话 给大家听 如果我一直对你说方言 一直讲一直讲 我现在不用 你听得懂的话 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当然是一头雾水 对不对 你会听不懂 如果你们也对我说方言 神又没有动工 把它翻译出来 那听得 变成听得懂的话 当然我也不会明白 你们在说什么 这样我们之间 就没有办法来沟通了 不但是没有办法沟通 我们就变成乱成一团的杂音了 那边我们完全听不懂 所以保罗说 在教会中 要能够造就别人 要以听得懂的话 来造就人 如果他们有说方言 所谓的祷告 要是能够翻译出来的话 那你就可以说 因为这个听得懂 可是如果这个 例言没有翻译出来的话 那你只要自己向神说话 就好了 因为你不需要讲 因为你讲了 对别人没有帮助 别人也不明白 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 大家一起跪下来 用方言祷告 个人来向神 用方言祷告 那我们 大家不会觉得 有问题对不对 用每个人 各自的向神祷告 我们不是向人来说 我们是对神来祷告 这样的祷告 我们就会觉得 不会混乱 我们也不会觉得 很奇怪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像 哥林多教会那样了 意义他们不守规矩 第二 他们产生了 一个教会里面的混乱 但没有人会得到 任何的造就 因此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保罗在强调 那如果你有 讲道的恩赐 的造就性 讲道而已 跟灵言没有关系 其实你这个造就性 是强过 没有翻译的灵言 因为讲道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 没有翻译的灵言 是不能叫人家 听了说 阿们的 因为根本听不懂 因为根本听不懂 我们了解了这一点 就知道 保罗其实 这些书信里面 是针对那些 高举恩赐的人 那些会对 会动说方言 却不能造就 别人的人来讲的 同时保罗要我们明白 个人的灵言向神祷告 不是不好 不需要的不是 个人的灵言祷告 所以在三十九节 他告诉我们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要切目做先知讲道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所以在灵言的祷告里面 我们看到 有个人的一个 像神祷告的灵言 有一种是 如果来自神的一个启示 翻译出来 像会众讲的灵言 那今天这种翻译的现象 在我们教会 已经很少发生了 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和教会的真理 明白 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今天很少看到这种现象了 除非有一些特殊的需要 神才会动功 那我们历清了这个个人的方言祷告 还有方言翻译 都不同以后 我们回到个人 这个领导里面 在圣灵里面祷告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当然受圣灵是要进天国 是要平去 可是我们在灵里祷告 作方言 为了什么呢 我们是向神说的 可是我们自己又记不懂 别人也不能够明白 这样的个人受圣灵的方言祷告 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14章的 哥林多前书14章的第二节讲 请念 1 Corinthians 14 verse 2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 这个个人的方言祷告 是向神在他自己的心灵里面 诉说各样的奥秘 所以 therefore Paul here tells us that when we pray to God and speak in tongues we are in fact speaking mysteries in the spirit 那刚才我们读的第四节又说 他可以造就我们 这灵年里面的祷告 怎么样造就我们呢 其实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是有他的功用的 有他的功用的 所以让我们不懂灵年的意思 我们来看其中一个 but let's take a look at an example 我马书的八章 Romans chapter 8 二十六节 verse 26 请念 Romans chapter 8 verse 26 verse 26 verse 27 now he who searches the hearts knows what the mind of the spirit is because he makes intercession for the saints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保罗罗谈到 当我们人有软弱的时候 圣灵会帮助我们 Paul here tells us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help us when we are weak 甚至有时候我们 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 and there will be times where we do not know what to pray for 可是圣灵会亲自 用说不出的叹息 来替我们祷告 而且这个祷告 不是按照你的意思 是按照神的旨意 二十七节 来向神 祈求的 所以方言祷告 其实是圣灵 帮助我们的软弱 若我们有深入的 去灵言祷告的经历 过的人都会知道 当我们遇到 无解 没办法解决 那种忧愁的时候 圣灵会替我们 释放 有时候我们的 心灵的愁苦 是用话语 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 甚至到 你怎么要用话语来说 也不会 这时候 圣灵就会帮助 我们的软弱 帮助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 从这里看到 方言祷告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我自己就体验过一次 我记得很多年前 当时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说我的母亲在家里突然倒下 送去了紧急部门医治 医生后来下去了 医生说明天要动 心脏手术 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那一晚我就来到 亚当堂教会祷告 那我忧愁是因为 我母亲还没有信主 如果这时候她过世了 她就错失了认识 耶稣基督的机会 所以那一天我来聚会 根本没有心情听道理 那祷告的时候 就是完全是没办法专心 可是在结束祷告的时候 我听到了 传道讲祷告了 就一如往常的 跪在后面 用灵言祷告 心里面确实魂不守舍的 没有办法专心的 心里面的忧愁说不出来了 已经很愁苦 不懂他怎么讲 那很奇妙的是 突然间在祷告当中 我似乎进到 另外一个境界里面 我感觉到 是周围的环境 如此的安详 在这里里面的祷告 我心中充满了平安 我心里是平静安稳的 然后我铃声响了 响了 我才会过身来 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 我心里怎么所有的忧愁担心 都没有了 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奇怪 所以在祷告前 自己的心灵里面是 忧愁到 没有办法专心的 为什么这时候 我却不会感到 忧愁担心 原来 后来读圣经明 因为圣灵是会 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的 所以保隆有讲过 我们要了无过虑 借着祷告 把我们的事 交货给神 神会赐我们 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后来回想 这绝对不是 一个心理作用 第一 我忧愁到 已经不会祷告 奇妙的是 我也没有向神求说 神啊 你盼住啊 我不懂 要怎么讲 其实奇妙的是 神竟然把我的忧愁 可以从我心里面 拿掉丢掉 我自己都觉得 不可思议的 我心里的忧愁 竟然会在 祷告当中 消失不见的 取代的是 平安无比的心情 在我没有办法 专心 圣灵 却能够 继续地帮我祷告 所以 您方言祷告 其实是 帮助我们的软弱 当然 保罗在罗马书 也提到说 方言祷告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圣灵会帮助我们 制服肉体的软弱 但是回到刚才那个见证 这个不是每次都会发生 我只发生过一次 是神怜悯 照着祂的需要 帮助 所以我们听见 这样也要很小心 不然你会认为 圣灵会帮助我祷告 就什么都不用做 祷告时脑袋 故意放空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哦 讲一讲 当我们故意放空 祷告 还是我们习惯性地 跪在那边 让圣灵带走 这样就不可取了 你故意放空 你就会有力量 得到的力量 不软弱吗 不会的嘛 圣灵祷告 其中的一个帮助是 当我们知道自己 体贴肉体的软弱的时候 你开始体贴你的肉体 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 寻求圣灵来强化 我们抗拒这个软弱的能力 祷告中求神来 加听我们的力量 靠着圣灵 不被肉体的情欲 来胜过我们 这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的 有一个脾气很坏的弟兄 每次都爱发脾气 可是后来 他每次在发脾气都愿意跪下去 去祷告 但他在祷告当中 慢慢他的脾气改变了 生命也改变了 可是我们有几个人 会在制造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寻求圣灵帮助我 把这个肉体的情欲给致死呢 圣灵显在我们的身上 接着我们说方言 然后显了以后 他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生命了 然后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永远同住的 然后他逐渐地要转变我们 变成主的形状 他逐渐地帮助我们 把生命不断地来改变 所以领导 有帮助改变生命的功能 法律曾经提到说 对圣灵来感化 得以圣洁 问题是出在我们对灵眼的祷告 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不可以在灵眼祷告的时候 进入那种不专 一点就不专心的状态当中 而且我们在软弱之后 不会祷告的时候 我们又不愿意寻求帮助 这个要讲清楚 这个是说当你知道你有软弱 你有肉体软弱 那种情欲不好的 这是指这方面 圣灵可以坚固我们 更新我们的灵命 圣灵是很宝贵的 我们也领受了圣灵 可是我们有几个人 真正的去靠着圣灵的功能 来帮助我们自己呢 这是我们要去审施的 第二个我要谈 悟性祷告的功能 既然圣灵的祷告这样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 用悟性来祷告呢 当然不是 因为悟性祷告的功能 有圣经明确的教导 because praying in words or praying with understanding itself has a biblical basis understanding是翻译的比较好 中文有一些语本 也翻译为理智 用理智来祷告 and so in the English some English translations here it is accurate in saying that it is praying with understanding 后面他讲要用灵歌唱 也要悟性歌唱 if you read the verse earlier it also talks about singing in the spirit and singing with understanding 保罗在这里谈到的 零的祷告和悟性的祷告 清楚地告诉我们 两样的祷告 都不可以忽略 so therefore when Paul talks about these two different prayers what he means is that both prayer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可是在悟性祷告当中 我们祷告当中 要有理智的明白 也要能够用话语 把它表达出来 and we have to express our understanding in words 就好像 你用灵歌唱 也要悟性歌唱 悟性歌唱 也不可能不开口唱歌 对不对 therefore when here it talks about singing with understanding how can you sing with understanding without using words to sing out loud 虽然你还是会有 悟性说话的那种祷告 and so therefore here it talks about praying using words 当然有时在 我们个人的祷告当中 now in our own personal prayers 比如说我们不想 别人听到我们 祷告中要说的话 sometimes we do not want the person beside us to hear what we are praying about 只是我们也会再 默默地在心里面 默想对不对 but even so we would still be praying within our hearts 然后把脑海中的话 在心里面说出来 and then we will articulate the words that is in our minds within us 祷告也是有话语的 表达的 and so such a prayer itself is a prayer with understanding 就是没有大声 从嘴巴说出来 even though it is missing out the verbalization component 理智也需要有话语 therefore when we pray understanding you express it through words 才能明白 才可以造就人 and that is how that brings edification 那你看到 旧约的悟性祷告 很多他们那些 圣徒都做悟性祷告 now if you read the Old Testament you find that many saints of old would pray with words 林心米记的第一章 in Nehemiah chapter 1 Nihemiah chapter 1 verse 4 请念 Nihemiah chapter 1 verse 4 so it was when I heard these words that I sat down and wept and mourned for many days I was fasting and praying before the God of heaven 然后二章的第四节 一次过看完它 chapter 2 verse 4 Nihemiah chapter 2 verse 4 then the king said to me what do you request so I pray to the God of heaven 你pray他有没有用末道呢 没有 但我们看到 Nihemiah的悟性祷告中 是有说出来的 and so here when we read about Nihemiah's prayer he uses words to express this prayer 他也有在末道内心 对神说的 and he also pray in his heart to God 另外一个例子 another example Tamu'er Jisang is found in 1st Samuel 1st Samuel chapter 1 12-14 1st Samuel chapter 1 verses 12-14 verse 12 and it happened as she continued praying before the Lord that Eli watched her mouth now Hannah spoke in her heart only her lips moved but her voice was not heard therefore Eli thought she was drunk so Eli said to her how long will you be drunk put your wine away from you 原来你看到 Hannah 她在祷告 可能这个悟性祷告 小声地在说话 so here when Hannah was praying perhaps she was speaking very softly 以致祭师以利还以为说她喝醉酒 在说醉话了 酒话了 and this even caused the priest Eli to misunderstand that she was drunk 你的嘴唇在小小声讲 别人不容易听出来的 because she was speaking so softly and no one could understand what she was saying 除非你有读那个唇音 看人的嘴唇听 unless you are familiar with lip reading 可是你不一定听得懂希伯来话 对不对 but you also may not know Hebrew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旧约的悟性祷告当中 他们也有不同的形态 so theref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we read of many different examples of people praying with understanding 不管是诗歌 有歌词 我们才能够明白 才能够感动自己 对不对 it could be in the form of songs that would be able to move us 所以我们的话语 也是借着理智的理解 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and so therefore when we pray in words it helps us as it expresses our understanding to God 而且悟性祷告 有帮助我们专注 and furthermore when we pray in words and with understanding it helps to focus 因为我们使用理智说话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集中精神的 because when we pray with understanding we have to focus on what we want to say 因为悟性祷告 有助于我们祷告专注 and therefore praying with words helps us to focus when we pray 这也是跟 悟性祷告的 特性有关系的 and this is a characteristic of praying with words 那为什么要讲 那个悟性祷告呢 so now why do I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因为有了 正宁的人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 进入那种 习惯性的 放空状态 it is because there are some of us here who have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that it becomes almost habitual of us that when we pray our minds just go blank wonder away 我们讲到 不乱跑了 mind just wonders when we pray in the Spirit after all we are praying to God and so therefore we need to think carefully what we are speaking to God 那这个悟性祷告 予以改善 我们祷告那种 善慢 不惊心的 不在意的 and therefore praying with words itself has the function of helping us to overcome this this motion that we have gotten so used to when we pray in the Spirit 有时候看 有些人祷告 在那边 祷告 灵远祷告 东张西望 I have seen some of believers who as they pray and speak in tongues they are just looking around in the surroundings 警醒观察一下 是好 I mean of course if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if that is becaus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your surrounding that is fine 可是 变成习惯性 我们在神面前 祷告就变成 不专心去了 but yet if it becomes a habit then you will lose your concentration and focus when you pray to God 我们记得 我们是向神祷告 我们的态度 绝对不可以这样 so let us never forget that we are praying to God and so this should not be the attitude that we have 比如说 你现在像 跟另外一个人讲话 那个人对你爱 你不理 你会感觉怎么样 if you think about it if you were speaking to someone and the other party the listener does not even bother about anything you're saying how would you feel 他当然不高兴 obviously you will not be happy 当然神更似乎此 对不对 and so all the more with God himself 所以我们 悟性祷告 也要 在我们的 不是说 有了灵言祷告 我们就不需要 悟性祷告 不是的 so therefore here even though we can pray in the spirit in tongues it does not mean that we no longer need to pray in words 而且 有时候你的末导 神也会 随亲 也会帮助的 and even when we pray silently in words God will also listen God will also help us share another testament 那时候我在泰国的时候 back then when I was in Thailand 那时候是这一季 我们要转机的 and we had to take a transit we are in transit for flight 而且那个转机 它的行李不会自动跟你过了 我们要出关的去拿着行李 再赶去另外一个 再登机再转机过去的 and on that airport or on those transfer flights you had to manually carry your luggage from one plane to the other 两个班机买的时间 中间 太短了 and now the issue was that the duration between both flights was very short 我心里就很高 你说 看时间 我等一下 那个飞机飞了 我就 真的是塞油拉拉了 不是啦 拉管 泰国话是拉管 bye bye and I was very anxious within me because if I miss the time then I would have to miss the flight 那时候亚航 没有制作转喊的服务 我们都做亚航 大部分 亚航 亚航 AirAsia because back then AirAsia they don't do this transit work 所以你想想要 赶下去拿行李 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登记 出关的又进关 这样 oh and so therefore you can imagine how rush it was to take your luggage to go out and then you have to go and check it again 那一次我都 oh 惨啦 敢不及啦 我 我开始用跑 so I was so fearful that I couldn't make it that I started to run 一下飞机 赶快拿了行李 就要去等那个行李 once I got off the first plane I immediately ran and waited for the luggage 一路 一路跑一路 跟神说 神啊 你要帮助我 不然我赶不上了 and as I ran I prayed in my heart to God God please help me if not I cannot make it for the next flight 我冲到那个 拿行李的地方 and so I went to the place to retrieve my luggage 就是那个行李 还没有把它弄出来的 in fact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e luggage had not come out yet 直到 可是我一到那边 冲到那边 那个轨带 一出来的行李 第一个的 就是我的 but when I reached the belt the first luggage that came out was actually mine 哇 我告定了不了 二话不说 拿了 跑去登机 哇 感谢主 赶上了 I was so elated that I quickly grab hold of my bag and I made it to the next flight thank God 当然下次学乖了 不要买这么靠近的时间了 now of course I learned my lesson not to arrange for such a flight with such a tight timing 物性祷告的神 是会随心的 but God hears when we pray in words 大小事 神有时候 在我们生活的状况中 会帮助我们的 whether it is big matters or even trivial matters God hears us and can help us 我们圣经来看一件 物性祷告的大事 so let's look look at some big matters in the bible where there are praying words 使徒行传第四章 Let's turn to Acts chapter 4 Acts chapter 4 Acts chapter 4 verse 29 to verse 31 Acts chapter 4 verses 29 to 31 verse 29 Now lord look on their threats and grant to your servants that with all boldness they may speak your word by stretching out your hand to heal and that signs and wonders may be done through the name of your holy servant Jesus verse 31 And when they had prayed the place where they were assembled together was shaken and they were all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they spoke the word of god with boldness 他要彼得他们 在传福音的时候 受到这些 官场的一个恐吓 over here as Peter and the others were preaching the gospel they were threatened by the officials 他们 在那边就开始 向神来祷告 and so over here they started to pray to god 这是个悟性的祷告 and they prayed with words 悟性祷告也是 大有力量的 and we see how powerful this prayer was 三子一节说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 震动起来 verse 31 after they had prayed the whole place where they were was shaken 他们大得胆量 放胆讲论神的道 and they spoke the word of god with boldness 可见悟性祷告 是神也是罪亲 也喜悦我们祷告的 so here we see that god is pleased when we pray in words and he answers our prayers 如果我们说 我们今天有圣灵的 就不用悟性祷告 这不是圣灵的教导 therefore if we say that if we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we no longer need to pray in words 明你的祷告 虽然可以造就自己 while yes praying in the spirit edifies ourself 可是有时候 我们却因为 自己的不专心 反而会 变成了我们 自己的一个软弱 but there are moments where we are not able to concentrate and that becomes our weakness 有时候你在那边 灵言祷告 好像很属灵 so you might think that when you pray in the spirit you seem very spiritual 可是有时候 你又变成 会不会变成一种 虚为造作 的一种掺杂在里面 but there is always a risk where there may be some element of hypocrisy involve 但人家误以为 你是圣灵充满 and then you might misunderstand thinking that you ar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 悟性祷告 其实是对我们 在灵言的祷告当中 是有帮助的 therefore there is the benefit and function of praying with words even if we can pray in the spirit 在灵里 我们固然是 受圣灵感动 说方言 in the spirit we are mov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we speak in tongues 但言为心生 我们讲我们的话 是我们心里面的声音 but when we come back to the words that our heart is expressing 如果这个言语 听不懂 if we do not even understand what are the words 听不懂灵言 就不懂自己 在说什么 祷告什么 rather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what we are speaking in the spirit then we do not know what we are praying about 它不是人 自己意识中的祷告 it is not a prayer in which 自己的意识 that it is made out of volition or our own will 我们灵言祷告是 灵界里面 一种灵教的一种 灵界里面的一种活动 because when we speak in tongues it is an activity or it is an act with the spiritual nature 却不能满足 我们悟性的需要 an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fulfill our what 悟性的需要 our understanding 对 所以我们在灵言祷告 是也要有悟性的祷告 才是一个完整的祷告 他还没有受圣灵的 他其实也可以 藉着悟性祷告 得到造就 反而是那些 得到圣灵的 如果你不用悟性祷告 要如何造就自己的悟性呢 所以保罗强调 两者都要用 这是圣经明确地 告诉我们的 结论 第一个 方言祷告 有翻译讲道 有个人造就 第二个 The Holy Spirit can help us 那第三个 悟性祷告 可以帮助我们 专心 第三个 当我们祷告 或是用读心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 到去我们的悟性 神也会垂听 我们的悟性祷告 不管你是得了圣灵 还是没有得到 才没有得到圣灵 我们都要看重 悟性祷告 你说出来也好 小声也好 心里你说也好 神是喜悦 我们的悟性祷告的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来唱诗 250 350